这条地砖不停的涌动 到底是何方妖孽 再次作祟 男子今天准备一探究竟 将地砖敲开后不淡定了 正是一条狗狗被困其中 这狗子到底是如何被困 在这神秘的自然界中 常常发生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这个村子里 河边的大树经常被拦腰斩断 既没刮风也没下雨 也没人去砍 好好的大树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为了探清真相 好奇村民在路边安置摄像头 最终发现罪魁祸首 仅是只河里 他快速的啃咬树干 一段时间后大树倒下 小小河里竟然有如此本事 那么也是被这一幕惊叫下巴 那这河里为啥要啃树呢 难道是找不到吃的了 查阅资料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家伙之所以要啃断大树 是因为他们要用大树上的小树枝筑巢 但常在河边走 哪也不失血 这家伙有时将大树啃断后 时常会将自己给打进去 还真是投机不成18米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